好了 主播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南雪甲区 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路段都已经烟成小河了 那台南看到其实呢 路中央有一辆红色轿车 它也都泡在水里 抛锚了根本就发不动 那其实除了雪甲区 烟血之外 在台南的后币区其实也是受灾户 那其实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有前往后币区去关怀这些受灾户 并也是关心他们的状况 不过呢 黄伟哲得知呢 这个有六十位竹南里的里民被安置在办公室的时候呢 他发现这六十个人竟然是跟区公所要了一千两百个便当 也让他动怒了 要求他们赶紧来撤离 对此呢 其实里长也做出最新说明 一千万块的便当就是因为大家里面 他都没有土卡尽 包括每一户 老子也好 家畜也好 家畜也好 也没有水 冰箱也都没有 家畜也不能用 在那里来说 我在家里有便当 像以前那样 有便当 我说我给他们问看看 才跟他们讲 所以我认为我面对代表说 看你们能够把我们请出国 因为我们现在 大家都在楼顶 不然我都能处理外面 他们不是没有池塘买 便当 是他们没有我都能处理 里长表示 其实他们要一千两百份的便当 其实是主要让全庄的受灾户都能吃到 那其实里民也透露了 其实他们因为这样淹水也很辛苦 他们并不是不要撤离 而是因为就算撤离了回到家 整个家也都是泡水的 根本就无法睡觉 那其实因为受到西南外围环流的影响 其实整个台南区 台南市区都淹水相当严重 那现在呢 现在的灾民也只能赶紧来清理 让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活 以上是现场为您掌握的最新 谢谢大家